那介绍完了居民的综合所得税额计算 那个重头戏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其他的 像这个非居民的四类所得税额计算 不重要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综合所得只是针对居民来说的 非居民没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的这四类所得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特取权使用费和稿酬 都是按月按次来正常的代扣代缴税款的 所以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汇算清缴 当然也就不算叫预扣预缴咯 就是直接付款方来给我代扣代缴就行了 扣完以后就没有什么事了 那来总结一下他的这个算税的方法 首先工资薪金 他是拿过来每月的收入额去减掉5000块 也就是说非居民他的工资是按月来扣税的 那由发放工资的单位拿收入额去减500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了 每个月都是减5000 他也不用什么累计预扣法不用啊 他就直接是每个月每个月单算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劳务报酬 劳务报酬和特取权使用费一样 都是要拿每次收入去扣掉20%的这个费用以后来做收入额的 所以还是要扣费用的 另外搞酬 搞酬也是要扣掉20%的费用 但是搞酬还要额外打7折呀 所以相当于搞酬每次收入的56% 这是他作为他的这个收入额 作为他的积水依据的 是这么来处理的 那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跟咱们那个 松和所得计入收入额的那个算法一样啊 没错这三个是跟那个一样的 但是工资薪金这儿它是减去每月的升级费5000啊 不用累积预扣法单算 这个是要关注的 再有就是我们居民的四项所得 他用综合所得税率表来这个汇总算全年的税 那平时在预扣预奖的时候呢 那这个工资薪金用的是综合所得税率表 它是别的劳务报酬 用的是三级的累积预扣率 二十三十四十那个哈 而特许权使用费和考酬用的是百分之二十 但是居民那样 非居民可不是啊 非居民因为没有综合所得这个概念嘛 所以他的这四类所得呀 就不用那套方法了 他用的是另外一张表 叫综合所得税率表 按月换算以后的版本 注意啊 咱们之前给大家曾经展示过哈 当时啊 你应该知道 综合所得税率表是七级累进哈 那他那第一档就是 你这个年营纳税所得额不超过三万六的是多少 可是我们这个表是按月换算的 就除十二的那种啊 这个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题目吧 说金某二十一年在中国为非居民纳税人身份 八月在境内工作 取得境内雇主支付的工资收入额 一万八 然后另外在境内开展啊 这个讲座取得劳务报酬三万啊 并于同月在境内出版了一部小说 取得稿筹二十万 上述所得均为含税金额 也就是这些都是含着个人所得税的啊 没有扣税之前的金额 要求计算一下金某当月在我国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啊 也就是说 这些个个税的都是由支付方来进行 这个源泉扣脚 直接带扣带脚的哈 好 那告诉这个税前的金额了 那怎么去算税呢 就套我们刚才所说的公式好了 这也给我们附上了一张非居民的四类所得 适用的税率表 你看是不是跟那个综合所得税率表差不多呀 只不过这不是年营纳税所得哈 它是一个月或者次的一个概念 不超过三千的用的很不散 一次领退往后越来越多 好 那来看 首先 金某的工资薪金所得 是拿他的月收入额减去五千块哈 然后去找我们的这个税率 好 一万八减去五千块是一万三 那一万三的话应该是在第三级上 是用20%的税率 还有1410 速算口出数 好 那这样算出来他的税额 老五报酬 这个都是直接先上来啊 乘上80% 也就是扣掉20%的费用以后来继税 好 那这时候 三万乘上80% 两万四 两万四还是要找这张税率表 发现还是第三级哈 还是20%的税率和1410的苏三扣除数 那结果也有了 而搞酬呢 搞酬的继税依据是收入的56% 好 那就20万乘上56% 好 那算出来这个结果 我们再去找这个税率 发现他适用的已经是这个高档次的了 已经是高档次的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45%的这个税率 然后减去15 160 好 这样算出来他的结果 就可以 最终他汇总一下这三项 就是他整体应该缴纳的税额 好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个税率表 怎么去应用啊 不管是他的搞酬 还是什么劳务报酬 还是什么公积薪金特许权使用费 通通的对于非居民来说 都用这张税率表来算税啊 好 这是四类所得 咱们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再进入下一个模块 来说一说经营所得的税额计算 那首先经营所得这一块 也不是我们考试的绝对中头戏 大家呢 作为选择题的考点来进行把握就够了 好 其实这个经营所得呢 跟我们的企业所得税里 那个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有很相向的地方 但是呢 那一部分 说考察你什么税快差异 纳税调整啊 那肯定是咱们企业所得税里的重头戏 所以在个税里头 比较少会涉及到经营所得 好吧 个税里基本上是 集中到了综合所得的税税那块 所以大家要主次分明哦 好 那先来看一看 他们的基本税税规则 首先 咱们经营所得 那就是做生意了 什么个体工商户啊 个人独资企业呀 是吧 以及这个合伙企业里 那个自然人投资者 他们赚到的这块做生意的所得 那就是经营所得 注意经营所得 它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 以及当年留存的所得 也就是利润 这些通通的都算做经营所得 都要交税 哎 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是一个个体户哈 那今年我经营了一整年 赚钱了 赚钱了呢 有一部分我就分给这个投资者了 还有一部分我没分配啊 放到企业里还 这个滚动的经营的来用哈 那这时候注意 咱们在继税的时候 是你分还有不分的这两块 它经营所得都要一块继税的 好吧 也就是不管你分还是不分 总之这事必须得交税 那交完税之后 哎 这个投资者 这个业主 你拿这个钱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对吧 所以你借钱不还呀 或者是你拿这个企业的钱 去干自己的事 买房买车买包啊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不用再交什么 古西红利的税了 那个不需要啊 好 这是提到的经营所得的概念 要更新 然后接着就是 哎 如果说咱们取得经营所得 但我没有综合所得 平时不上班 没有这个类似项的收入 哎 那只有经营所得做生意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在经营所得里边 去减除 那个6万元的费用 还有什么专项扣除 专项付加扣除 其他扣除 这些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 他的收入的构成不一样 他的经济来源不同啊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还是都要让你考虑到 这个日常的生活费 以及你的家庭的开支的啊 好 那么专项付加扣除 注意 他是在办理汇算 请表示 来扣等 接着 在这儿还有一个 关于这个个体户的 一个优惠政策啊 咱们也得把握 这也是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说21年起 这22年底 对个体户经营所得 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在减半征收 个人所得税 哎 这点注意啊 他说的是 只有你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100万的这一块 他才是给你减半啊 那如果你超了呢 那超过的那一部分 他就不能享受 减半的这个政策了 并且个体工商户 他不区分征收方式 均可享受 不管你是查账征收的 还是核定征收的个体户啊 那在这儿 我们都能够享受这么一个优惠 啊 这个优惠到底怎么用呢 哎 这给了一个公式 咱们先简单的看一看啊 一会咱们再举例子来说明 他说这个个体户啊 减免税额呢 等于他的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部分的应纳税额 然后再减除 其他政策下的减免税额 乘上个体户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图上经营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在整体去乘上 一减50% 哎 这就是我们的减免税额 看起来好像有点别扭啊 怎么回事啊 不太理解啊 那我们举个例子 应该就清楚了 我们先给出来你经营所得的 这个所得税率表啊 经营所得呢 用的也是累进税率 咱们是五个级别啊 5%到35% 好 那来看第一个例子 说个体工商户 李某 20年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110万 没有其他的减免税事项 好 注意我们这说的是 20年的情况 20年的话 没有这个优惠呢 那我们就正常计税呗 他的应纳税所得是110万 那适用的应该是 35%的税率 以及65500的 这个素算口出数 好 那接着算税就是 直接拿110万 乘上35% 减去65500 好 算出来他应该交这么多税 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改成21年的呢 他21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是110万 注意能享受减半的优惠 但是只有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的部分能享受优惠 是吧 也就是说在这我们要套公式算一算他的优惠的税额了 好 先来算减免的税额啊 那我们先要把100万这一块他应该交的税算出来 因为只有他能享受减半的优惠 好 那100万我们会发现他适用的税率也是35% 宿舍扣除处也是65500 那么100万乘上35% 减去65500 这就是应纳税所得额100万的那一部分 他应该交的税 好 那这一部分享受减半 那就应该是减这么多税 好 那最终我们应该纳的税 就是你正常情形下算出来的税 没有优惠情况下算出来的税 减去我们这允许减免的这一半 好 那这个结果就有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他怎么算啊 只有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这一块 他对应的这个税额可以减一半 你那个超标的部分 你所得不是110吗 那个10万的那部分 他对应的税额就不能享受减半了 好 这是一个基本操作 然后接着啊 他那公式比咱这还复杂点 因为他还有别的优惠参与 好 再举一个例子 说个体公商户李某 21年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110万 当年呢 还能享受退役士兵创业 在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优惠1万 因为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这块 咱们给了一个 一年1万2的额度 是吧 1万2的额度 他可以依次去扣减他的 各种各样的税 是吧 增值税呀什么 一直到最后的隔税 好 那现在假设我们能享受1万块的优惠啊 那现在应该怎么操作呢 注意这是21年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享受这个 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部分 税额减半的这个优惠啊 那这两个优惠怎么叠加享受呢 怎么去用啊 你在享受那个减半的时候 要不要把这个1万块的优惠考虑进来 要考虑的啊 你看咱们公式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先算一算 我们减半优惠政策要减免的税额 还是一样 咱们一上来呢 先把这个100万部分所对应的税额算出来 因为只有你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这块能够享受减半 好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你还享受了这个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的这个优惠呢 那这个优惠1万块 是不是 也要给他减了 因为这块已经优惠了 你就不能再去多减半了吧 是吧 所以这个优惠要给他减了 但是我整体上 我的应纳税所得是110万 那我享受的这个退役士兵的 这个创业的优惠是1万块 但是你减半的时候 是只有100万那一块能够享受减半 所以我们就得算一算 你这1万块里 他有多少归属于这个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100万的这块呢 那我们要乘上一个比例 也就是这个110分之100 对吧 要乘上这么一个比例 这样的话 他还能跟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超100万 这个事来配比 好 这块能想通吗 我们先把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100万 对应的税额算出来 然后再把它享受的别的优惠 那个给减掉 但是这个别的优惠 因为是整体上享受的优惠 所以你要跟他配比 要乘上一个 110分之100万 好 这样才能划算到 跟我们100万这块应纳税所得额 相关联的 这个里边来 好 然后用这个数 用这个数 再去乘上 一减50% 这才是我们说的 那个减半的优惠 好吧 就是第一块优惠 然后接着 你当年一共优惠了多少呀 当年除了这个减半的政策 你不还享受了 退一时兵创业的 这个优惠1万吗 所以第一步 你算来的这个 减半优惠的 这个税额 再加上那1万块的优惠 你一共享受的是这么多的优惠 然后用你全部正常该交的税额 没有优惠情况下 该交的税额 去减去这些 两个优惠 这个税额 之后算出来的 就是你应该交的税额 是不是挺复杂呀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情形呢 其实比较少会涉及到考虑 所以大家理论上知道 有这么一个存在就行 没有那么重要 好吧 道理其实想通了 也就没有那么难了啊 这是我们说到的 关于这个经营所得的 一些基本政策 知道他 这个经营所得指的是什么 知道呢 这个经营所得里 有这么一个优惠 知道呢 经营所得里 还可能扣那些个 什么6万呀 专项附加扣除那一堆 就可以了啊 好 接着我们再具体展开 来说一说 个体工商户啊 个人独资企业和活企业 他们到底怎么去集税啊 首先看个体户 那个体户的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他就等于收入总额 减去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 其他 以及啊 来这个允许役补的 1000年度亏损 这么一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应纳税所得额 跟咱们前头所说的 企业所得税里 那个应纳税所得额 没啥区别 确实如此 都是做生意嘛 那做生意的开支 其实基本都差不多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组织形式啊 最终那个所得都是 类似的啊 好 这是第一块 然后接着 里边有一些 细致的规则 咱得搞清楚 好 你比如说 个体户 咱是小业主吗 那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经常会把这个 生产经营的费用 和个人家庭费用 混算 怎么办 那当然咱们要求你 尽可能的要分开咯 但是你确实是 分不开的 这个混用了 难以分清的 那么有40% 视为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费用 准备控除 这点很有意思啊 跟大家的常识 会不太一样 大家常识 通常会认为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就一点都不让你 作为经营的费用来扣 都算是你 嫁给你个人的费用 对吧 但是这儿呢 还是有40% 还是认可的啊 因为小业户 确实经常存在 这样的情形 好 接着就是 个体工商户 与企业联营 而分得的利润 按照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项目征税 而个体工商户 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 取得与生产经营 无关的各项所得 应该按规定分别计成 个人所得税 好 也就是说呀 这个我是一个个人哈 我成立了一个个体户 那么个体户 只有做生意的那块所得 他才属于这个经营所得 好吧 做别的事的所得 那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哎 比如说我自己又买彩票了哈 那他跟生产经营没关系吧 那买彩票 那个中奖了 就是偶然所得 好 那我又去投资了 我去投资赚了钱 那叫股息红利哈 那就按股息红利项目去计税 好了 哎 所以说这个情形啊 咱们要跟个体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进行一下区分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再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说个体工商户 业主的工资 在事前不允许扣除 但是可以扣除 业主的费用 每年6万 啊 为什么这样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我是老板哈 那么赚了钱 都是我的 好 那其实我赚的是 他的这个经营所得 赚的是这种营业的利润 对吧 而不是工资 好 那平时呢 我可以给自己发工资 啊 没问题 那比如说我自己啊 每个月从这个 呃 我们的个体户里边 拿1万块啊 哎 这个工资 那这时候你注意了啊 你要不要按工资 薪金所得 就这1万块 来交隔税啊 不要的 啊 因为你赚的并不是工资 你赚的是经营利润嘛 对吧 哎 所以说啊 你的工资是不允许 在事前扣除的 但是呢 你说我就靠我这个小生意 来养家糊口呢 啊 哎 那费用还是让你扣的 因为咱们经营所得 是按年计税的嘛 所以说让你扣费用的时候 一年就扣6万块 好了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也就是说题目如果告诉你 哎 说我们这个个体户的 年度的这个利润啊 告诉你 我块钱上的利润 是100万 好 然后又告诉你了 哎 说我们呢 给这个业主发了一年啊 发了20万的工资 那注意 这20万的工资 一定要加回来 好吧 因为业主这个工资 我们不认可 你想给自己发多少 发多少 是吧 这个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但实际上呢 你不用按工资 薪金所得计税 所以这一块 把工资加进来 哎 但是别忘了 马上我们要减掉一个 业主的费用 另外好吧 啊 这样才是你的 这个最终的 哎 一个真正认可的一个所得 好吧 啊 接着 就是关于这个补充养老保险 和补充医疗保险的事 啊 这些个保险呢 哎 单位也会上啊 会上的话呢 这个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呢 啊 它跟一般的这个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它属于一个相对额外的一个福利咯 好一点单位可能会有 好 那这一块照样也是单位出一份 个人出一份的 在企业所得税里 咱们也看了啊 好 那单位所出的这一份 哎 这个钱 注意 它是有限额的 哎 限额呢 是分别为工资薪金总额的5% 好 也就是补充养老 占工资薪金的5% 补充医疗 占工资薪金的5% 好 那在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里 其实也是要遵循这样的限额标准的 好吧 如果咱们为员工 交了这个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 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 工资总额5%的部分 去据实扣除 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所以有限额 好 但是接下来 说我被自己上的呢 我被投资者 也就是业主个人来上的这块 那能不能照上去扣啊 可以扣 但并不是按照你所发的那个名义工资来算的 好吧 不是拿它做基数去乘5%的 而是呢 咱们以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来作为计算基数 好 在这个基数的5%以内你去局势扣出去 好 为什么不认业主自己的工资呢 我给自己发了20万 为什么不认 因为这个工资 我们说了 你可多可少 你可以赚一块钱 你可以赚这个100万 那不是随意自己说的吗 这个数算是不认的 好吧 所以业主这一块 他自己的工资所对应的那个补充养劳补充医疗 以及他的三项经费啊 我们都是以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来作基数的 那发给员工的那块 可以认可员工的那个工资 好 但是发给业主的那块不认业主工资 好吧 好 这是一部分 然后接着就是三项经费 这三项经费刚才提到了业主本人的那块啊 咱们算三项经费的时候 所认可的那个工资 不是你的实际工资 而是当地少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 好 这是一点区别要搞清楚 另外就是三项经费这一块呢 跟我们的企业所得税里也有一些区别 好 他们的标准限额分别是 2% 14% 2.5% 注意这个职工教育经费 在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里边扣除的时候 限额标准是工资薪金的2.5% 作为标准 而企业所得税里是8% 这点要区分一下 然后第七个就是个体工商户 代替从业人员或者他人负担的税款 不得税前扣除 这个税应该该谁出谁出 我不能帮别人去负担税款 好吧 帮别人负担 这就跟我的生产经营无关了 他是不能税前扣除的 其实企业所得税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你比如说啊 咱们企业给员工发工资 我应该给他发1万 但是呢 这个里边有他要承担的这个个税 我给他把个税扣下来 剩下的发给他 那这个可以啊 这个都允许税前扣除的 因为相当于个税是员工 从他的工资里边自己负担的 但是如果我这么算呢 如果我给员工发1万 这1万我完完全全的发给他了 我当时记提了1万 我就直接都发给他了 然后那个个人所得税呢 我单独单位替他负担 我替他负担 并且他直接寄到了 我的管理费用那个账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认可 这样帮别人负担的割税 好吧 那这个跟你生产经营无关 我们是不让税前扣除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真正在给他扣税的时候 你一定要按他含税的 就是加上税的那个工资 去给他做记提 然后呢 从他的这个 营发工资里去扣他的割税去 这样才行啊 好 接着就是第八个 说个体工商户按规定缴纳的 摊费费 行政性收费 协会会费等 按实际的发生数额来扣除 也就是据实扣除了 比如说我这个个体户 就是在一个市场里 这个摆摊设定 那这个相应的费用都是可以扣的 好 第九个 个体工商户的供应性捐赠 它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可以据实扣除 那按规定有全额扣除规则的 那咱们就去扣 好 然后对这个受益人的直接选择 这是不允许扣除的 跟我们企业所得税里的规则一样 让扣的其实都是间接的这种捐赠 而且是限额的扣除 不过这个限额标准 咱们强调过哈 跟企业所得税 这不太一样 企业所得税是会计利润的12% 而这呢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 好 接着第十个 个体户研究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 以及啊 这个研发新产品 新技术 而购置的 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 和实验性装置的购置费 这个产品直接扣除 单台价值在10万以上的啊 这个咱们是按固定资产管理 特别的当期直接扣除 好 这样的一个规则 咱们做一个了解啊 做一个了解就行 好 另外其他的一些个扣除的规定 那都比照企业所得税 这个规定来记忆好了 我们这列出来的 就是它的一些比较独特的规定啊 哎 你比如像这个业务招贷费 广宣费 那这些规则 都跟企业所得税一模一样 招贷费 它是限额扣除 发生额的60% 且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而广宣费呢 销售营业收入的15% 咱们去记就行 咱不多说了 好 这是个体户的这个应纳税额的问题 那接着我们又说到了 个人独自企业和合伙企业 他们的应纳税额 好 这块呢 它分了两类来说 有查账征收 有核定遮收 咱们分别也是看一看 并且注意 他们跟个体户也是略有区别的啊 首先第一个 说投资者本人的费用 扣除标准统一确定为 6万每年 而且投资者的工资 也是不得在税前扣除的 这个跟个体户是一样的 原因就在于 我们都不是为了赚工资 而设的这个企业是吧 我们赚的是经营所得 所以呢 工资 看定不让税前扣 要加回来 然后可以每年固定减6万的费用 升级费 接着就是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 这是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这个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 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费用 你混合在一起 难以划分的 这个全部都不允许让你在税前扣 是不是跟个体户就不一样了 个体户我们说了 这个生产经营和个人家庭生活混用 难以分清的 有40%让你去扣 但这完全不允许扣啊 所以扣进要更严一点 然后接着 又说到了一个固定资产的问题 说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者及家庭生活 共用的固定资产 难以划分的 由主管税务机关 根据具体情况 核定准与在税前扣除的 折旧费用的数额或者是比例 也就是共用的固定资产 咱们还是允许你在税前扣一部分金额的 扣点折旧 但是扣多少 这个由税务说了算 比如说典型的 说我们这个个人独自企业 我们有一个车 这个车呢 有时候家里可能串个亲戚 干个事也用 那个生产经营也用 那税务有可能就说了 说这个折旧费 让你在这个账上 让你在单位这可以扣一半 或者扣每个月多少钱 那是可以给你的 接着就是投资者 兴办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的 那扣除的个人费用 由投资者选择 在其中的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中去扣 也就是说 我有两个什么这个企业 都是我来办的 那你说我能不能扣两份费用 一个里扣6万 这当然不行 不管你做几个企业 我们认为你的生活费一年6万就够了 所以只能减一份你自己选在谁家扣 再有就是投资者 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的 那企业的经营亏损 不得跨企业来弥补 我开了一个A 还有一个B 两个企业 那这两个企业 有盈利有亏损 它不能互补 只能自己补自己的 好吧 只能自己补自己 这点要注意一下 接着投资者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生产经营所得 已经在境外缴纳所得税的 可以按照规定计算扣除境外缴纳的所得税 这个跟企业所得税里的计税逻辑其实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如果说我这个别看我是小户 我干的还挺好 我还有这个境外的收入了 那这时候在境外交过的税 在中国这再交税的时候是可以给避免掉的 享受一个境外予纳税款的避免就避免重复征税了 要不不就交两回了吗 一样的思路理解一下 这是第一块说到了查账征收里面的一些小点 然后接着就是核定征收 其实个人所得税里的核定 这块经营所得的核定 跟咱们企业所得税也是非常非常像的 它核的也是应税所得率 怎么核 按收入核 按成本费用核都可以 如果按收入核 那咱就拿收入总额 直接乘上应税所得率 算出来的就是所得额 比如说你的收入是100万 应税所得率是10% 那你的所得就是10 还可以按成本费用支出来核 那假设你的成本费用是90 然后应税所得率是10% 那我就用90除上一减10% 就可以倒推出来收入 然后再用收入乘上10% 算出来的就是所得 它是这么一个操作 跟企业所得税完全一样 但是也有一点不同 就是企业所得税 你这个算出来应纳税所得额 是成25%的这样的基本税率 是成这样的比例税率来算税的 可是这儿是个人所得税 别忘了 这儿的经营所得 适用的是5级的超额累进税率 所以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上来要找那个累进税率表里的税率 以及速度数来算税 这是它的特色 咱们随时要进行一下切换 另外就是实行核定征收的投资者 他不能享受特税的优惠政策 因为核定征收 我们给你和应税所得率的时候 相当于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考虑到了 不会让你吃亏的 再有就是有一些个行业 咱们是不能核定的 比如这儿提到了新政策 说自22年的1月1日起 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 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一律是用查账征收的方式来征税 因为以前出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企业 利用核定征收的方式来避税 所以这个咱们堵上了漏洞 好吧 好那这样关于经营所得的基本内容 咱就说完了 来看一看相关题目 一个多选题 下列税务处理规则中 符合个人所得税里 这个独资企业相关规定的有什么 主要咱们还是比照着企业所得税来计 A说他记题的各种准备金 不得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里也说了 咱们扣的东西得有确定性 这是实际的数字 准备是不能扣的 没错 你说他用于家庭的支出 不得税前扣除 用于家庭的支出 这个肯定是不能税前扣除的了 你要公私分明嘛 然后C说 个人独资企业支付给环保部门的罚款 允许税前扣除 马上想企业所得税 那个里边什么罚款呀 罚金呀 质纳金呀 没收财务的损失啊 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 所以不能扣 然后D说 他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贷费 可以按规定扣除 业务招贷费能不能扣啊 可以扣 但是不是全扣啊 不过人家也没说全扣嘛 人家说的是可以按规定扣除 那是没错的 那规定是多少呀 招贷费 咱们的扣除限额标准是 发生额的60% 且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的限分之五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表述是什么 好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说关于个体户的啊 经营所得 那他的扣除项目和标准的表述 正确的有谁 A说 个体户业主的工资 可以据实扣除 不行 因为业主不是拿工资的哈 你可以随便给自己承诺多少工资 但是那个都不算数 你不交工资薪金的隔税 所以通通的加回来啊 固定的减一年6万的费用就行了 B说 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合理工资薪金 和缴纳的五险一金 可以税前扣除 这些都没有问题是吧 你支付给员工的那一部分是可以认的 并且他们的三项经费 以及补充养劳补充医疗 都是拿实际的工资薪金来算的 可以认 但是咱们业主自己的 这个工资薪金既然不认 那么他所对应的那个 补充养劳补充医疗和三项经费 当然也就不认了 我们认可的一个工资的基数 就是当地少年 这个社评工资的三倍 是吧 只认这个数 C说 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可以据实扣除 注意 他说据实扣除肯定是错的 因为咱们是有限额的嘛 发生额的60% 且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哈 然后D说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 发生的租赁费支出 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注意这是经营租赁 我租了一个办公楼 我可能一下子支付了这个两年的租金 那两年的租金当然不能一次性的 给它扣了 我得分谈一下 全则发生质吧 好 这个描述是对的 跟企业所额税规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正确的是B和D两个 再看一个单选题 说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下列支出中 允许在个人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是什么 A说 用于家庭的费用支出 用于家庭的 那这肯定不能是放到 我们的工在这来扣 所以公司要分明 但是分不清楚的呢 分不清楚的 咱得看情况 分不清楚的 如果是个户的 才有40%是可以扣的 然后如果是个人独自企业什么的呢 那就一点都不认 然后B说 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那马上比到企业所得税来 赞助支出是不允许扣除的 另外已经缴纳的增值税税款 增值税是价外税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所得的 所以不能这件扣除 另外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财产转让损失 实际发生的资产损失 这个当然是允许扣除的了 但是你的准备什么之类的 不让扣 但真正的损失还是让扣的 所以能扣的只有地 这样我们就把经营所得的问题 介绍完了 稍微的做一个总结 因为内容还是不少的 首先咱们说到了个体 个体这块扣除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业主工资不能扣 可以扣固定的6万的费用 这个跟个人独资企业 这个都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经营和个人家庭 混用的一些费用 对于个体户来说 它的40%可以扣 但是对于个人独资企业 他们来说 这个混用的费用 是完全不允许在公司这扣的 再有就是三项经费的标准 注意一下 还有这个职工教育经费的 扣除限额 是公司金金总额的2.5% 而不是8% 也跟企业所得税不同 再有就是捐赠 捐赠咱们在个人所得税里扣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所得 它的捐赠 间接的这种捐赠 允许扣的话 都是限额 应纳税所得额的30%以内 再有就是三星研发 以及10万以下的设备 这块 咱们是一次性扣除 接着还有一个个体户的 一个优惠政策 就是21年到22年的 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的部分 才是减半计税 但是要知道它到底怎么用 不超过100万的那块 它才能享受优惠 超过100万的部分 那个正常要计税的 好 再有就是个人独资 合伙企业这块 它有查账征收 有核定征收的规则 首先注意的就是 混用的这个部分 要跟个体户进行一下区分 混用的费用是完全不认得 但是混用的固定资产 这个可以给你 事先扣一块 另外就是核定 那个方法 跟我们的企业所得税一致 大家自己去看 应水所得率 怎么按收入去用 怎么按成本对用去用 就好了 那个不多说 其他的没有特别强调的扣除规则 就比照着企业所得税来 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算法 谢谢大家